战大师,又称金山活佛 《放生》是金山活佛妙善大师生活上一个经常的节目 对于飞禽走兽、鱼鳖之类 活佛皆慈悲平等对待 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是欢喜放生 他曾经对信徒这么说 你前生多杀生,今生要得多病短受的果报 一切是自作业、自受报 我虽然暂时把你的病苦减少 可是你前生的杀业未消 恐怕有短命之余 最好的消业方法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世上最大的善业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以我的话,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增福严寿 李炳南老居士谈戒杀放生 众生自古以来断不了杀业 没有一个不杀生的 杀生可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杀 一种是间接杀 造此二种杀业的因 积酒欲远就结成刀兵结的果 有人也许会说 要挽救刀兵结的事情 多多为善 修桥造路 就能熄灭刀兵结的灾难 这种话是不可靠的 因为受刀兵结 不是你过去破坏道路 破坏桥梁的因 现在用修桥造路来抵消 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讲不通 我再将简单的放生方法 告诉各位 首先要加持一杯大杯咒水 洒在被放众生的身上 口念忏悔文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义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这样念三片之后 再为他念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佛 不惰地狱 皈依法 不惰恶鬼 皈依僧 不惰畜生 为什么要对众生说三皈依呢 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两条命 一条是生命 另一条是会命 放生是不但救他的生命 也要救他的慧命 说三皈依给他听 下一生就不入地狱 不作恶鬼 不变畜生 免惰三恶道受苦 如得到人身 发菩提心 深信佛法 就有成佛可能 这就是救他的智慧 有一个快速积累功德的方法 在市场上看到鱼 鸟 鸡 鸭等生命 我们没有能力全部购买放生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们默默的念诵三皈依 皈依佛 不惰地狱 皈依法 不惰恶鬼 皈依僧 不惰畜生 在念诵大悲咒 大悲咒又称为灭恶去陀罗尼 可加持他们不堕落三恶道 大悲心陀罗尼经云 三千大千世界 幽阴暗处 三徒纵生 闻我此咒 皆得离苦 意思是说 地狱 恶鬼 畜生 等纵生 听闻到了大悲咒 或者得到了大悲咒功德的加持 回向 就可以往生善道 也可以把念过大悲咒的水 倒在可以喷雾的小瓶子里 遇到闻 盈 虫 蚁 等纵生时 喷嗓 只要沾到一点点雾气 即可令其命踪后脱离触道之身 离苦得乐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原因师父的放生开示 疾病 癌症 灾难 不幸之所以会发生 就是源于我们以前所造的杀业 赶招而来的业报 解决之道就是放生 借着出钱出力 赎命放生 来偿还以前我们所欠无数的杀债 每一个众生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生命 杀了他 他最恼恨 冤仇结得最深 所以说杀业最重 每一个众生最珍贵的还是自己的生命 救了他 他最感激 福善积得最深 所以说放生第一 批评毁谤放生 阻挠质疑放生的人要小心 因为阻挠大家放生 就等于杀生 害了千千万万误命 无法受救 寒冤而死 其罪过无量无边 一定要赶快改过忏悔 否则地狱苦心是一定逃不掉的